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十年 我总计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天 经过十年的研究 我在天文历史方面持有让你不知所措的观点 我在商业领域创新了你闻所未闻的模式 我在知识产权领域富可敌国 超过了在旧企业的总和 同时我在银行的存款余额也超过了在座企业家的 不过我是负数 目前我欠银行的债务接近一千万 目前中国知识产权领域个人排名 我位居第四名 同样自媒体领域我也排名第四名 经过分析我发现台上的各位企业的品牌缺乏情怀 难以与用户产生共鸣 今天我带着各位企业的品牌解决方案 寻求一份总经理顾问的工作 我有能力协助我认知的企业 成为一家独角兽企业 十年来我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惜牺牲一切 但是从来没有人认真倾听我的研究成果 经历了困难重重 我终于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 今天要么让我认识自己 要么让世界认识我 谢谢 看得见我 你好 我以为你这是有镜片没镜片 我 这啥意思你这是 我是一名品牌专家 我知道 我都说你是有近视眼吗 有一点 那你没带镜片 你是一张纸啊 对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们是没钱配镜片了是吧 不是 我是一名品牌专家 我知道你没镜片 你看不清嘛 我看得清 看得清对手也看得清自己 你的胡子为什么有一边一边没有啊 因为我是品牌专家 是这个意思是吧 就是我跟与众不同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 这个是一个意外 我可能忘记关 不是 你忘记关了 我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刚刚上完厕所 其实是大厕 你出来发现我忘记小厕了 你说对了 真的 你真有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俩是一样的 你本身你的定位就是品牌专家嘛 所以说你与众不同 我们也能理解 可是他又回答的是 我早上胡子没刮 不知道这句话是刻意的 还是故意的 但是这一点上 对他的品牌专家的塑造上 会是简单的一下 你能摘下来吗 品牌设计师 我现在那个摘不下来 为什么 两个目的 那个第一个 硬摘了 长得还行嘛 干嘛要把自己打扮得七星怪状 我有点紧张 所以戴着眼睛我就不紧张 你戴了我们紧张 好不好 施磊聊一聊好不好 你才33岁 为什么是中专一业 对啊 我是个不爱学习的人 所以不喜欢你的坦诚 好 你刚才说 你在知识产权领域 妇可敌国 对 比他们所有的企业的产值 加起来都高 对 跟我们说说这事 那个这得从一个大的方面去说 你是注册了很多商标是吧 对 那个大的环境是这样的 我发现那个 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不是黄金 也不是房子 它是知识 如果将知识转化为产品的时候 你拉倒吧 你都不爱学习 你还最宝贵的是知识 你听我讲完这样 他爱喝酸奶 说吧 那个最宝贵的东西 它是知识 如果将知识转化为产品的话 它就是商标 因为文字是有限的 常用的文字的话 大概也就5000多个 我们能见到的文字 如果把它转化为注册商标的时候 大概能支撑6000万个商标 但是中国的话 有10700多万家这个企业 像那个小米或者是那个腾讯 如果说它明天倒闭了 它的这个商标就没有价值了 但是我注册的那个 像那个武则天 那个汉武帝 秦始皇帝 那个朱元璋 那个诸葛亮 你把皇帝都注册了 对 我把整个 黄飞呢 也都注册了 掌声皇帝 黄太子呢 黄太子我不太喜欢 你把别人都注册了 别人知道吗 你考虑过皇帝的感受吗 所以我挺内疚的 那你注册的商标 是准备自己去搞呢 还是把商标卖给别人 商标我是不会买卖的 商标也不是拿来买卖的 你注册了多少个 我排名全中国第四 你花了多少钱 你注册那么多商标 你又不用 然后你又不卖 你不是霸占资源吗 这个商标是有用处的 我自己可能用一少部分 但是大部分商标 因为商标是唯一品 有排他性的 它不适合买卖 所以它拿来授权 我这上面写啊 它注册了四千多个商标 你花了多少钱 不是四千多个 多少个 你不能说 好 先先 天际 你是全品类注册吗 对 我先问一下 现在全品类注册是多少钱 因为头几年是七万五 我知道 现在是多少钱 全品类注册的话 其实要花七十万 你的名字注册了没有 石磊 没有注册 那个不是 回去就把你的名字注册了 然后不卖给你 授权给你使用 我看你什么感受 那咱们换一件 来 往后 往后 这个你还真 你看看你们俩谁值钱 这个你还真不一定赢 因为人家专业 行 活服 我可以做很大的事 但是小的事情 不一定我有能力去做 通过你刚才所有的装扮描述 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 策划能力很强的人 对 是吧 对 你觉得我们在座的 这些企业的品牌 以你这个著名的品牌 策划师来看 他们做得怎么样 哪些品牌做得好 你点评一下 我研究了在座企业的品牌 我觉得这些品牌 都缺乏这个情怀 难以与用户产生这个共鸣 咱们能具体说一下哪几个品牌 好吧 不好不好在哪儿 六人游 那个我也去六人游 那个体验过 但是体验比较糟糕 我去分析了一下 那个六人游的 那个它的介绍 两个家庭 那个 两个家庭 那个 两对家庭 我忘记了 然后那再换一个换一个 还有谁 你先说我不好的地方 你说完它 那个首先这个名字 我觉得就不太好 这样 这个名字 那如果你改的话 你想怎么改 才能提升我们的这个品牌 第三者旅游公司 那个曹总 你能帮我介绍一下 你的两个家庭 下一句吗 不是 你是来给我提升的 你都不了解我 你给我提升 说给你了解的吧 换一个说给你了解 对啊 我了解六人游 我了解你 那你接着说 直接说你的方案 那个 我搜寻了一下 那个做旅游领域的 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应该叫陆游 它的口号 私和远方 有情怀 有情怀 就这个好 对 好 六人游是一个 看了11次 才能记住的 这么一个品牌 所以我觉得 你们应该修改 他并不了解 我们企业的目标用户 以及核心诉求 所以说他只是 想当然地觉得 可能就这种适合远方 可能会更符合 他的调性 其实一个品牌 一个公司的品牌塑造 是花了很长时间 不断不断地 在实践当中 打磨出来的 不是说以拍脑袋 我想出来 它就是一个绝顶 聪明绝佳的方案 还有哪个品牌 还有哪个品牌 来 松鼠AI 这个品牌的话 在教育领域的话 我也选了一个品牌 它应该叫 汉林博士学院 它的口号应该是 和最优秀的人成为同学 我们是培养最优秀的人 还有哪个 还有哪个 法国孟权 法国孟权 我觉得他们应该专注 专注做他们的面膜 我对化妆品这个领域 不太了解 再换一个 还有谁 恩都里大米 恩都里大米 我觉得恩都里大米 这个品牌怪怪的 这个老头也怪怪的 这个我也认同 为什么怪怪的 说一下来 我很喜欢 首先恩都里 它应该是神龄的意思吧 羽神 对 吃蛮鱼 对 然后那个大家要去吃这个什么 这个不太好 我觉得 叫这个名字叫吃它 如果我叫维也纳 我们就吃维也纳 那个恩都里大米的话 那个 我反过来问你一下 别别别 说完吧 我们想说完 今天说完 好 继续继续 打击你的机会 不能和我 来来来 接着打击它 不 请说 给你机会 不 不 不 我们愿意听着你说 你刚刚把我吓到了 我忘记了 我 我把你吓到了 好 那我就去吓你一下 你刚才说品牌很重要 要有情怀 对不对 情怀在品牌当中的占比 有多少 但是恩都里的话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 不 现在还要说恩都里吗 还是要说品牌的逻辑 好 说品牌逻辑 好 情怀在品牌逻辑当中的 占比是多少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你专业 你没有我专业 你是品牌专家呀 我这个品牌专家 我不会去细分到这么细分的 那不对呀 你没有逻辑的话 没有构成的话 它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品牌呢 那你这个专家的话 我会质疑你呀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它不是生活在我们所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非常清晰的职场的 世俗的世界里面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问一下你啊 应聘的是总经理顾问啊 或者上面写的是 是吗 只做这一个岗位是吧 请描述一下这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 我不是具体去做这个职责 我可能会在那个 那个战略上提供支持 好 你要求多少钱新资吧 我要求一千万 年薪是吧 对 我感觉你不是来面试的 我是来面试的 没哪里是来面试的 你是来指点江山的 你都不以真面目是人 要把你的眼镜给摘下来 对吧 你才肯见我 然后你说的那个一大堆 完全都是超越了所有企业的 目前的成绩之外的 你哪里是去应聘的 你是来指点他们 他开到了一千万的年薪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噱头 如果他想塑造一个 自身品牌专家的一个 品牌营销活动的话 这个是合适的 但是明显在这个场上 是不合适的 因为大家会认为 你不是真心来求职的 你只是来做自己的 品牌形象宣传 是的 你是不是特别想红 我其实不想红 所以我才戴一个眼镜上来 所以我不想让大家认识我 你确定吗 对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 值一千万一年呢 我一定值一千万一年 为什么 首先我是中国自媒体 排名第四的 这个是谁评的 这个我评的 你评的 那前三名是谁 你告诉我 他很谦虚 只怕自己评的事 前三名是谁 我想听前三名是谁 前三名没有人 你有什么自媒体吗 我有自媒体 我的成果超出了 你的理解能力 我觉得我们好 你可以说 我来你可以说 拿上我的电脑 我要给马瑞看东西 大家一起看 你可以打开给屏幕就可以了 我没想看 这个界面是 360的那个自媒体新闻中心 这是我的那个 我的自媒体号 它就叫新闻中心 你展示的内容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就是那个 你看我发一篇那个文章 它能有那个很大的这个浏览量 那你怎么能做到 有上千万的阅读量呢 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能够我们讲一下吗 因为我是新闻中心这样 它就叫360新闻中心 大家以为它就是360新闻中心的 这就跟百家号是一样的 对 这是腾讯的 这是腾讯的 这就是你的自媒体 嗨 你早说呀 确实是跟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 对 360非比360 词百度非比百度 对 你的浏览量最高的自媒体文章 有没有 有 给我看看吧 那个我不好意思给你看 我觉得其实 我很想知道这个 石磊同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来应聘工作 还是为了让 我是来应聘工作的 自己 但是从你刚才的表现上看起来 确实让我们感觉不到 你的这份诚意吧 我可以说 我没有看到 我很多东西 我没有展示出来 你不愿意给我们展示 所以说今天整个人的面试 是不透明的 他可能超越我们这个世俗的观念 和敏锐的观察力 可能有这样的天才 但是 以我们的实践经验来说 100个这样自认为的天才 有99个都是自视过高 夜郎自大